教室里面不是有四排座位吗 但是有的座位就总是斜的似的 那边的座位总是这么看的 这对孩子不好 一般来说要轮换座位 城市里的学校都这样 但是农村学校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的 他是想我要来尝试做这件事情 来尝试一下看 有的孩子他本来的座位很好 他不愿意换 有的孩子他本来的座位不好 他就很想换 对不对 那当时我命令说 一定都得换 哪个不换 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说最后他就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说要换 如果有哪个孩子不愿意换 把你的理由拿出 组织了一次班会 这个班会来讨论 让每个孩子们大家 你不愿意换 你讲你不愿意换的理由 愿意换的人讲你愿意换的理由 然后第一个学期 就第一次不愿意换的人可以不换 第二 愿意换的人大家换 第一次他说就有大概十几个同学就不肯换 他说我当时完全可以强迫 我完全可以强迫他们换 但是我想 教育的作用就在于 说如果我不用强迫的办法 我能用什么办法 让他们接受 什么是规则 规则这个东西要在细节当中 让他们慢慢的去体会 这就是教育的作用 他说我要努力 花两个月的时间来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最后所有的学生 这细节我也不能说了 因为一说就我们一个小时都说不完 我也不能说了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最后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每个孩子 全都同意 两个星期轮换一次 轮换一次 作为 他说最后他在我们医学年的 做完以后 他写了一个 自己写了一个教学的 就说这一次事情给他自信 给他什么呢 给他觉得他对教育的理解 和他对自己能够从事教育的自信 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来的 他说两个月的时间画得非常值 为了做这件事情 他跟每一个学生都合法 甚至做了多少的加法 甚至去做了多少的后边的 这个组织的工作 然后动员起了多少的力量 来加入到这个中间来 他说我要的目的不是 就一点 就是绝不用暴力 绝不用抢 但是我要把事要做成 这个孩子 恰好跟那个孩子 形成了一个挺有趣的一个比照 他们俩还是朋友 他们互相也在交流 也在交流 结果呢第三个孩子 C 这个C也是在另外 我们在甘肃山探仓县 还有十个志愿者 也在一个学区 这个志愿者呢 已经三十多岁了 他是成都农业银行的一个 中层志愿 他已经做的位置挺高的了 但是呢 他想有一种人生状态的改变 所以他要来当志愿者 非常有趣 这个人 他自己他就说 他说 他是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他能够管好一个企业的 一个很重要的部门 但是他说当我和孩子们交流的时候 我还是发现 我还是发现 我很拙 成人世界当中的那套东西 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那套东西 孩子们不认为天经地义 但是 我怎么让孩子们能够 慢慢的 同时在成人世界当中 我厌恶的那些东西 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们 不天然地去接受这些东西 他说 是个带着脑子去指教的 做了一年以后 也很有 很好玩 做了一年以后 他说 一下子把他的教育热情激发出来 他突然发现 我是不是这生命 应该改变我的人生方向 我应该去当一个老师 我发现了我这个潜质啊 比我做管理人员还好 我应该去做一个 后来 我们很有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有心 当他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他马上就在他的周围 开始寻找机会 他说 我们志愿者是一个人在一个学校 一个人在一个学校 有很多东西 你没法改变 有很多事情你没法做 他马上就在想 我们这个学区里面 有没有一所学校 我们可以把它 管下 接管下 我要 他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来做一个全方位的教育实验 我把我的下半身全部投入 就这样的 他本来是一年做一个转换他就回去了 但是呢 做着做着的过程当中 激发出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新的东西了 然后他开始寻找机会 非常好的 他就给我们写了封长信 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他现在已经发现的一些可能性 一些可能性 他来跟我们讲 我们一想 非常合我们的 对吧 而且 这个人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地方 我们就讲到志愿者 年轻的志愿者往往下去以后 有一个特别大的难关 就是什么 人际关系 跟家长处不好 跟校长处不好 就发生了很多的人际摩擦 他自己很受伤害 同时呢 他挫败感很强 但是我就刚才我说的这个C 这一点 确确是他最优秀的 他到了一个地方 他就非常的知道 他怎么跟社区的各种资源 都能够形成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 结果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就去 跟那个当地的这个教育局的领导 去讨论 人不能由我们的志愿者 接管一所学校 接管一所学校以后呢 我们把我们真正的教育理念的东西 因为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你这个课是这样上的 那个课是那样上的 其实教育很多东西是抵消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境 来做这个 这个志愿者 由他提出 由他去寻找资源 同时 最后他说了 第二年 他留下 哦 那个B 就是我说了 那个A走了 B做完第一年 现在他已经决定做第二年 今年9月份 他又要去了 那个B 这个C呢 已经可能不是第二年了 他可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 都会去做这个事 而且 他希望领导一个团队 他希望领导一个团队 去做这个事情 我就感觉到 整个志愿 你看 本来志愿者 可能是一个非常临时的 是一种